诅咒含蓄坠机 指责李孟是逃兵 你敢信 这就是刚刚代表中国女兰 拿到世界杯银牌的两位女兰国手的遭遇 这些人只管自己痛快 从来不会在意这些言论会给运动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网暴太可怕 就前两年我打得不好的时候 就是状态低迷的时候 然后就有人喷我 然后说什么 祝我回去的时候坠起 我的妈呀 这话他都说得出来 相比于女兰运动员 南兰国省们遭遇到网络暴力更多 大哥异建连NBA生涯最低谷时期 不仅没能得到国内球迷的支持鼓励 反倒是被各种嘲讽 诸如异建连只拿钱不进球 石头一重太空翼 这些充满嘲讽性的言论都是出自于那个时期 甚至异地连妹这样侮辱性的称呼都来了 南兰现在的核心周期 自从2019年之后 国籍就被球迷改成了波兰 吃个鸡蛋灌饼都被球迷嘲讽了十多年 刘伟被喷成是姚明的关系户指挥传球和失误 从02年之后吧 我就02年 晏运会输了以后 然后 我是没法入睡的 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 计较的 对 别人想玩 因为我想做得更好 咱们睡不着觉 我感觉就是人家 说的都是不好的 郭艾伦则是被一些人称作郭一芬 甚至为了中国篮球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的姚明 都被各种喷 喷了这么多年 除了当时嘴痛快了 对中国篮球起到了什么样的正向作用了吗 答案显然是没有 反倒是被喷的这些运动员 每次比赛都会拼尽全力 为球队 为祖国争光 这里球兵们还是应该庆幸 我们的运动员内心足够强大 没有被这些恶毒的言语打倒 也没有因此撂条子不干 我们的隔壁 日本南兰就有个活生生的例子 东京奥运会期间 日本南兰小组赛全败 排名垫底 球队核心八村磊 直接被喷得抑郁了 随后宣布无限期缺席国家队比赛 今年日本将在网上诽谤 重伤他人的行为 列入了刑法 这个确实是个很好的举措 网络绝对法外之地 所有人都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心存善念 口吐善言 什么时候这种畸形的球迷文化 有色改观 也许就到了中文篮球 真正出成绩的时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